我走 快停下 嗨 姐姐 呵呵呵 白雪姐姐淘汰了 不行 我要去找小精灵 白雪姐姐 你已经走两步了 我们大家都中了三步一淘汰魔法 你不能继续向前走了 嘖 我知道 可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我要去找小精灵救助 白雪姐姐 我还有两步 我去 两步 可以吗 放心 我有办法 一步 两步 呜呜呜 你快出来 怎么了 贝儿怎么了 白雪大宝 你们怎么定在原地 是乌伯伯 乌伯伯 你快跑吧 我 我通不了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每天只能走三步 走多了就会被淘汰 是啊 乌伯伯 你能帮我们吗 你们快告诉我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是这样 呵呵 这次跑步比赛 我又得了冠军 大宝 你真是太棒了 你长大一定可以当运动员的 是啊 你是我们学校跑步最快的 哼 大宝 你这次只是运气好 学校里跑步最快的 还得是我 什么呀 每次我都有你 黑暗魔王 你就认输吧 对 黑暗魔王 你不是大宝的对手 哼 哼 说什么呢 你们都觉得大宝跑得快是吧 好啊 散步魔法 黑暗魔王 你做了什么 嘿嘿 我看你们怎么回家 记住 你们以后只能走三步 超过三步 就会被淘汰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都是黑暗魔王搞的鬼 吴伯伯 你快帮我们起出魔法吧 啊 是这样 大宝白雪 对不起 我法力不够 无法解开黑暗魔王的魔法 好吧 吴伯伯 看来还得去找小精灵 吴伯伯 你要帮我们去找小精灵吗 我们都不了了 可以 我走 一 二 三 啊 呵呵呵 没想到 吴伯伯也做了魔法 这下 还有谁能帮我们 排斥大宝 我是来报恩的 多谢你们之前帮了我 你们现在 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能帮你们吗 小鸟小鸟 你来到这时时刻 我们都走不了路了 你能帮我们去 请小精灵来吗 当然可以 我知道小精灵 家住在哪里 你们等着我 小精灵小精灵 快跟我走 白雪大宝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快走 小精灵来了 白雪大宝 出什么事了 贝儿 吴伯伯 这是怎么了 呵呵呵 小精灵 我们都不了了 黑暗魔王给我们 施了三步魔法 连吴伯伯都中招了 是啊小精灵 你一定有办法 可以帮我们的对吧 可是 黑暗魔王的魔法 只有黑暗魔王自己 才能解开 这样吧 我叫来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 你给我出的 小精灵 你看我干什么 黑暗魔王 快把你的三步魔法解开 谁对你这样了 我不解 这样 我就是王国里 跑步最快的人了 你要是不解开魔法的话 我就也让你尝尝我的魔法 别忘了 我的魔法 你也是解不开的 呵 算我怕了你了 魔法解除 太多了 小精灵 谢谢你 不客气 要是黑暗魔王 再有魔法捣乱 你们再叫我就是了 点赞关 熊麦 你的天气预报 一点也不准 我们再也不相信你了 我把家里的 锅碗瓢瓢 都搬出来接水 结果一滴水都没接到 还累得腰酸被动 都怪你 解释教诈 都怪熊麦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偷花王国一直不下雨 该怎么办了 胡家云朵宝宝 胡家云朵宝宝 我还是没有回应 云朵宝宝到底怎么了 以前都是他告诉我 天气预报的 可是最近却找不到他了 锅碗 你知道 偷花王国为什么不下雨吗 因为雨朵宝宝相失了 白雪姐姐 你能和我一起去找他吗 我想不到去哪里 才能找到云朵宝宝 没问题 我们先打电话 问问凯琳阿姨吧 说不定 凯琳阿姨能用魔法下雨 我们就不用找云朵了 凯琳阿姨 你可以用魔法下雨吗 用魔法下雨 需要有云朵才行 现在万里无缘 我也做不到 凯琳阿姨 你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找云朵 吗 我不知道 云朵可能消失了 上次下大雨的时候 我看到云朵越来越小 最后就不见了 好吧 谢谢凯琳阿姨 难道 从华王国以后 再也不会下雨了吗 不下雨 我们这回没有水喝 那可不行 我现在就想喝水啊 我的水呢 我之前明明倒好了一杯水 可能是你已经喝掉了吧 我再倒一杯 水壶里的水怎么也没有了 我去捡水 我看水浪涛也没有水 难道停水了 不对啊 就算是停水 水壶和水壶里的水也不应该消失啊 我家的水哪里去了 我家的水也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出门看看 小妹小妹 你能告诉我哪里有水喝吗 云朵爸爸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是你把我们的水喝光的吗 我下次下雨下太多 把身体里的水都用完了 别着模具那么大 还从天上落下来 只能找水补充能量 才能重新回到天上 你上次为什么要下那么多雨啊 我们家都差点精神 我也哭就会下雨 下次下雨 天天黑暗王埋怨我 只会添麻烦 她甩的被子都被我淋湿了 觉得很难过 眼泪就控制不住 变得更多了 好吧 我带你去找水喝 海里有这么多水 你随便喝 等等小妹 海水是不能喝的 没关系 你们眼泪不能喝海水 我却可以 我终于变回来了 等一下 童话王国又可以下雨了 我不要下雨 下雨到处都是石大大的 还不能出门玩 不下雨 我们就会没有水喝 谁说的 只要我打开水龙头 我就有水 原浪桃里的水 也是经过精华的雨水啊 居然是这样 黑暗魔王 你应该向云顿宝宝道歉啊 你自己不看天气预报 在下雨天晒被子 才会让被子淋湿 怎么能怪云顿宝宝 好吧 对不起 我不应该随便责怪别人 没关系 现在我要去下雨了 下雨去 欢迎乘坐 没有终点站的 无线循环地铁 是谁在说话 这不是会同欢王国的地铁吗 怎么变成无线循环地铁了 第一局地铁躲猫猫 被乘务员发现就算出局 游戏开始 乘务员还有十秒到达车厢 我变成一个手机 地铁狗狗牌 不错 有变 我变成 有了 我变成一个扶手 等秋来 别躲了 我看见你们了 伯尔900 我们要不要出去啊 先让我们出去 他一定是在学生室 噓 别说坏了 哼 我听见了 是不是变成座椅了 居然不是 是不是变成天花板了 也不是 找不到找不到 我们要赢了 在这儿 被发现了 让你得意 我只是故意松懈你们的警惕 可恶 游戏时间还剩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算了 找出来一个也够了 跟我走吧 小妹 这个怎么办呀 第一局游戏结束 大宝淘汰 第二局游戏现在开始 怎么还没说玩什么 游戏就开始了 小心 地铁停了 小妹贝尔 已经到站了 快给老师下车吧 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刚刚不是在玩游戏 哪有什么游戏 快跟老师走吧 我带你们去上体育课 有问题 不能跟他走 老师 你快带我们回家吧 贝尔 快站住 不能跟他下车 你们快跟我下车 贝尔 那肯定是假的 我们不能跟他走 不会吧 贝尔 你忘了 咱们的体育课 咋就被演技老师站走 都半年没上过了 我想起来了 算你们聪明 第二局游戏结束 零人淘汰 零人淘汰 所以第二局的游戏要求就是 不能跟假眼睛老师下车 哦 熊妹 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通关 第三局 游戏开始 找出真正的大宝 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咪 怎么有两只都会输 二选一 这个怎么办 有了 香菜味汪汪汪汤 大宝 你不是最喜欢了 给你 咪咪咪咪 找到了 他就是真正的大宝 第三局游戏结束 零人淘汰 游戏通关 解除循环 贝拉 你是怎么选对的 大宝最讨厌吃香菜了 我刚刚故意说 是大宝最喜欢的 那只假老鼠还真信了 贝拉 你真聪明 可是 大宝怎么还没变回来呀 他只能选这样了 熊妹 熊妹 你快醒醒 大宝老鼠 熊妹 你在说什么 我们要下地铁了 大宝 贝拉 你们都在啊 原来 刚刚是我在做梦啊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的梦有意思吗 喜欢的话 就点赞关注 同学们 我来冲人背一下游子银 哇 怎么一上课就出啥呀 我还不会背呢 我眼睛背了前两句 这个怎么办 幸好我早就选到办法了 谁会背这首古诗 可以主动站起来哦 老师 我会背游子银 水盐寸草心 暴德三春灰 老师 我背完了 嗯背的不错 你坐下吧 还有谁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大家怎么都这么不积极 那我开始点名了 兄妹 你来背 我把游子银 唐 孟江 四母舍中线 游子银上衣 停 兄妹 你背的很流畅 肯定后面的都会了 你坐下吧 好的老师 太好了 什么 兄妹也太幸运了吧 下面 我再挑一位同学起来背诵 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大宝 你来背一下 我就知道 游子银 唐 李白 长前明月宫 银室地上说 举头望明月 低头撕故乡 耶 我居然背背了 大宝 你背错了 老师让你背游子银 你怎么背成金银丝呢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说我怎么一下子就会背了 嘿嘿 大宝 这有什么可高兴 你先给我坐下 下课我再教训你 贝儿 你来背 好的老师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 一孔池池龟 谁颜寸草心 宝得三春灰 真不错 贝儿 你坐下吧 谢谢老师 嗯 不吃赵豆腐 谁在说话 哎呦 我都说了不吃赵豆腐 黑暗魔王 你在干什么 黑暗魔王 快醒醒 老师在教你呢 睡觉啊 黑暗魔王 你竟然在课堂上睡觉 这是太过分了 课文会背了吗 你给我背一遍 嗯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三得三 一四得四 停停停 黑暗魔王 你背的什么呀 我们在上语文课 你怎么连上的什么课也不知道 啊 语文课 哈哈 太放笑了 大宝 你笑什么 气死我了 下课后 你们俩跟我去办公室 什么时候背完了 什么时候回家 什么 不要啊 我还想早点回家看电视呢 老师 不公平 熊妹和贝儿也没背会 为什么不让他们留下了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完了 熊妹 其实只会背前两句 不信你可以问他 贝儿是照着刻板念的 只是没让你看见 所以他们也应该留下 熊妹贝儿 是这样吗 老师对不起 我错了 我也错了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没背会课完间还敢欺骗我 你们俩和大宝黑暗魔一样 下课去我办公室 什么时候背会 什么时候回家 迟到了 看你们还敢不敢这么干 太好了 有这么多人陪着我 我一定不会睡着了 下课 白雪回家 其他人跟我去办公室 真的变到什么时候呀 小朋友们 可不要像他们一样哦 我们下次再见